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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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监狱里的李璧奇承受不住自杀了 回到家的王瑞芳看到梦里很惊吓的女儿 想起曾经女儿也差点被丈夫强奸 一早王瑞芳来看李璧奇 终于打开了李璧奇的心门 希儿这个名字是自己取的 希望女儿可以如晨曦一样 有一个明亮温暖的心开始 有天晚上她发现左翻右翻的曹隐墙 小心翼翼地去到何希儿的床 开始实施性侵犯 何希儿傻傻地认为 穿九条内裤就能躲过不受侵犯 而母亲李璧奇却觉得 女人天生要给男人搞 父亲与外边的男人都分别不大 因为小时候李璧奇的父亲偷看她洗澡 晚上也欺辱她 14岁的时候和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在一起 男人有家有老婆 带帮女人独打李璧奇 可男人看也不看就走了 为了生活李璧奇跟一个混混生了何希儿 然后他有了别的女人 再也没有回来 这个时候曹永强出现了 只有曹永强愿意收养她们母女俩 所以李璧奇一直容忍曹永强侵犯何希儿 王瑞芳紧紧地握着李璧奇的手 安慰宽慰着她 姑娘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慎重 毕竟嫁人是件很重要的事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